怎样治蛋白尿 如文医生特药专家朱丹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肾病内科副主任医师 怎样治蛋白尿 它的道理也是一样 首先我们要鉴别这个蛋白尿 是不是病理性的蛋白尿 那应该要排除它是生理性的蛋白尿 还是甲性蛋白尿 排除之外的话 我们再看它是肾病的原因 还是肾外的原因 因为有的肾外的原因 也是很可怕的疾病 甚至是一个肿瘤性的疾病 所以一定要经过严密的排查之后 才能确定它是肾脏病的蛋白尿 如果肾脏病的蛋白尿 它也可以鉴于各种的慢性肾脏病 如果它是一个肾病综合针导致的蛋白尿 我们就最好进行一个肾活检检查 如果是肾活检检查诊断 它是微小病面病 或者细膜增性性肾小球试炼 我们给病人可以选择足量激素的治疗 当然也要经过病人的这种全身的评估 有没有应用这个激素的这种条件 我们用这种药的治疗的时候 可以一般是 如果选择了足量激素治疗 我们就要有几个原则 就是要 齐量要足 减量要慢 维持齐要长 这样经过规范的治疗 很多病人可以达到彻底的治愈 Q&A Q&A